那現在就是介紹第七棒 林煥章先生 我看到他的很多姐姐 他有畢詩社 葡萄園詩社 龍族詩社 所有的詩社都沒有參加過 而且都顛覆還提供過很多作品 那麼我們遇到資深作家的時候 剛剛很尷尬的一句話就是 我是從小看你的作品長大 所以我絕對不會這樣子講 但是我做那個兒童劇場 是真的跟林煥章先生是有關係的 就是1984年幫文件會做七三兒童劇場 我用了很多我們文庫兒童詩作家的作品 和學生小兒童詩的作品 但是最後我需要一個很好的題目 我就用了林煥章老師的詩集 《牽著春天的手》 作為這個兒童劇場的名字 那我每次看到他的作品的時候 我就到裡面去尋找 《牽著春天的手》的那種感受和腳印 現在請我們第七棒 林煥章老師 謝謝 我這個是今天年紀最長的嗎 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我穿短褲 剛才新老師的索波威人 索波威人 他說他很多時間審下來要給我 三分鐘 三分鐘 不是很多的 我應該也要三小時才審下來 剛才因為在茶會的時候 因為我沒有準備 所以我很炸 我說我把時間讓給你 結果我就收到苦 還要讓給我 其實因為我沒有準備 所以我講的話 大概就是像我寫的一首書一樣的 只有七個字那麼短 這七個字大概在座等 有一個題目也是很少的 就是一個字 這個字就是空 空就是沒有 空 可是我們在佛寫的經典就知道 空是很多很大 對不對 如果這個物質沒有空下來的話 我們在座等都進入了 是很大的 那這個七個字呢 是很簡單 鳥跟天空的關係 鳥 灰垢 天空 還在 就這麼七個字 所以我應該可以下台 不過不行啦 因為我剛才簽了這個出席會 真的講 也因為像我這麼大年紀的人 其實我還都一直在工作 非常忙 真正的說 真正的說 把文信這次的這個 建議賽 那麼我選這個第一場 書面的這個提示 資料呢 我下午來的時候呢 我才在結印上看了一下 其實我也不知道要說什麼 他來文英說 他很老實的要照著 他提示的這個順序來報告 後來他又改了 我算我也不改了 因為有問必答 是不是 你應該說到這個 知識會也應該講一些 該說的話 在座呢 我想也應該要 順便建議一下 好像都沒有為我寫 寫作的作家 就是說 沒有用 應該是有用的 不過我建議大家都來寫合同文詞 當然本來寫成遠的文詞 你不要放棄就對了 在中國大陸 中國就中國吧 我們就不說大陸 在中國 他就用來為一首詩 合同詩 寫影子 在小協一年級的第一側透明上 如果以中國的協議 武藝的協議 禁婚一下 一年級大概有五千萬 大概有 所以很好 寫一首詩可以有五千萬的小協同來讀 應該是不錯的 文詞還是有希望 所以我建議說 為了要怎麼寫呢 我們會比較有希望一點 因為我們要請成人讀文學 真的是不容易 如果有一天 我們的作品 成為小協的儀文庫 我們希望就大一點 所以我曾經也在文信寫過一篇 我說 他的生命會比我長 所謂他 大概我是寫詩的 詩內我如果肯寫 我相信我死了以後的 還有人讀他的話 我的生命還在 可是應該還是有希望 在這裡 我應該跟 他們說 辛苦 三十年 包括所有為文信工作的 朋友們 年輕人都說辛苦 謝謝你們 一切是非常的了不起 我每次來都覺得 文信怎麼都安安靜靜 沒有做事 可是每天都有活動 一檔一檔的推出來 他們什麼時候做事 都是我們不知道的事 來做的 文學資料的收集 就是這樣的事情 真的是很不容易 這是一個國家 應該做的事 可是 文信來做 你說我們怎麼忍心 實在是很難過 一個國家 如果沒有文學 這國家這個政府 大概是沒有希望 真的是我們的希望 做多少就有多少希望 剛才周氏長是還在 沒有 沒有 回家了 我認為 不是我們有事情 剛才文明說 要馬英九知道 其實我們都把馬英九 看得太偉大 太了不起了 但一個人怎麼管那麼多事呢 我是認為 所有工部門的人 相關的人都應該來參與 這樣的活動 那才對的 我們沒有辦法 讓馬英九變成千千萬萬人 來參加任何活動 那是很辛苦啊 我們不忍心啊 可是呢 真的是很重要 我一談到文學 我就想起 周座人說過的 文學就是人學 人的實在 有關人的 這樣的事情 人學 好 因為最近掉了一個牙齒 我會講話的 原來 雖然 雖然 我又怕 講不清楚 所以呢 我今天 我記得 凡事跟我們人有關係的 把它寫下來 都是我們寫的 剛才彭源說的 我還沒有跟你謝謝 你幫我圍聊的 所思 來送到我 非常感謝 他說他會作弊 他會作弊 我說不會 不會了 而且又很笨 你還比我 不錯耶 當然 他是說 他做人間 不作弊 考試作弊 是為了生做 是 所以 我就是不懂 所以 剛才 我們看羅一家 我們的同鄉 宜安人 靜雯 也是 韓女的出身 我的出身是最糟糕 鄉下的 農夫的孩子 他說木頭 小學出來以後 去當工人還掃地 當親的工 我寫這五十指標 如果沒有文學的話 我哪有希望 我退休之後 應該就沒有換師了 可是我退休十幾年 我還到處桌遊列國 去演講上課 學找我 剛才的文藝也提到 很重要 沒有朗讀我們 如果讓全民 對文學人 發生興趣 文學對他們 產生作用 會有幫助 十月內的馬來西亞 又要依告我 找我去談 詩歌的創作跟朗讀 以賽 朗誦 香港 一直已經辦了 中小學的朗誦 三十幾屆 今年又來找我 說 你有兩首詩 我們怎麼可以用 沒問題 歡迎 寫了 寫了 不讓人看 那又有什麼意思 對不對 這樣是好事 所以呢 如果我們 教育資管單位 我們如果說 我們每個小學 都知道 朗誦的重要 而且是要讀好的 文學作品 那我們就會有希望 我們寫作的人 也就有犯出 對不對 可是呢 我們從比例上來講 真的是可憐 我們如果說 出一本書 大概一年都賣不到 兩百本的詩集 所以西老師 就不可憐 西老師是一年不值 西老師就可以有兩千本 但是 我們真正的講起來 是寫詩的人 真的是很可憐 像文英剛才 他寫的奴記還不錯 歸史這邊 不用工作 專事寫作 那真正講起來 就是說 文學還是有用的 是有用的 我說 凡事跟人有關的事情 都可以寫 那當然 寫出來 就是文學 只是說 每一個人要寫的時候 他自己會去寫 自己會做決定 寫什麼樣才有意義 什麼樣才有價值 差別就在這裡 所以 凡事人的事情 都是我們文學的來源 都值得寫 所以我們在座 我們今天 所有在這裡的人 也一樣的 都是在參觀這一場 文學的聖會 都是在為文學留下歷史 我說我非常敬佩 通過婷跟文姓的所有的朋友們 為什麼 這個慶祝文姓三十年 我們就要 搖一百個人來 進行十場的 這樣的一個接力賽的講座 一個人 不只是說 打三通電話 也不只是說 發電子 這個郵件 還有聖會 他們哪有這麼多的仁義 一個人有多少的手 不像牽手觀音 可是他們就這樣把這些事情都做起來了 你說 不敢動嗎 所以 管是文姓要做的事情 我們都應該要支持 基本上 這裡的一個提示 說 如果保存這塊土地 這個城市的文學記憶 你說 記憶是很靠不住的 我們人物記憶是很靠不住的 就是要一點一滴 去收集 去儲存 去整理 現在呢 世衛化 這個是必然的 可是 你要投入多少 多少的人的經費 來做 從個人做起 助身做起 我做幾天也都是 要為自己的書 去畫插畫 還要去整理資料 你說 哪些作家 懂得知道 去整理自己的東西 自己整理了之後呢 過幾天又變成一堆落書 不知道管理 沒有專業的人 沒有專門的一個機構 如何去保持這個東西 所以我們這塊的土地 我們這塊的城市的記憶 如何去儲存下來 世衛化 我們都知道了 靖文也講過了 世衛化是非常的重要 當然我們念頭的時候 我們也知道 儲存的重要 可是呢 資料的這個儲存 是個保存 沒有世衛化不行 我們哪有那麼多空間 你看 文姓 張文華先生的那個基金會 建用 也不能說 無限期 所以怎麼辦 資料是越來越多的 像這樣一天 我們活動辦下來 照講1.1的資料 都要留下來 又是一堆 不敢給他 又不好意思不給他 所以怎麼辦 那這十場的講座 這個基利賽下來 像我顯示這一場 本來要走十三號 十號我已經住在台灣了 還好 還在這個地形上面 所以我就顯示這一場 我看到這麼多的朋友們 來關心文姓 我覺得非常的高興 我們還是有希望 我們還是可以繼續審 儘管沒有發表的地方 沒有出版的機會 沒有寶貴 我們還是要審 對 還是要審 謝謝大家 謝謝